终于等到你,还好我没有放弃,这句歌词最适合徐若萱此时此刻的心情了吧 在徐若萱老公李云峰发出声明之后,李亮磊终于做出回应了 他也希望所有事情就此告一段落,全部都能回归平静的生活 不得不说财女就是财女,又是长篇大论 从一开始他也没有想过要这样互相撕来撕去 所有人都认为他对孩子的父亲太狠了 俗话说,一日夫妻百日恩,是什么原因让他撕下去的呢 最主要的还是王力宏从头到尾都没有给他一句发自内心的道歉 这应该是李亮磊的最后一次发文了 他直言,要不是看到三个孩子的份上,遇到这样令人无助又心碎的事情 很难活到今天,怎么说他也是三个孩子的爸 我本意不是想用这种方式来报复他,只是他欺人太甚,我才不得已而为之 在李亮磊看来,三个孩子的健康成长很重要 他也不希望大人的感情是牵连到小孩 也想三个孩子有爸爸的陪伴 但王力宏一直都意识不到自己的错 一而再,再而三的挑战他的底线 才走到一发不可收拾的地步 不想小孩长大后,看到这些新闻认为他是一个软弱的母亲 所以才拿出真理来为自己维权 都说爱越真,恨越深 李亮磊经历了这么多事情后 还是在为王力宏考虑,还呼吁大家 如果王力宏改正了错误,重新开始的话,也请大家继续支持他 但他没有想到的是,是他自己把曾经最深爱的人推向了万丈深渊 想要从头来过应该有点困难 李亮磊还提到为何不起诉王力宏 并不是因为要他的房子 现在王力宏答应把房赠予他 但他完全不接受,也再次强调 从头到尾都不是为了钱,也不是为了报复 只是想把封口的真实生活告诉大众,最主要的是让王力宏知错能改 关于财产问题,李亮磊表示会通过走司法程序来维权 只拿属于自己的那一部分,不是自己的他绝不要求要 也不需要任何人可怜,一切都按程序来 长文的最后,李静磊也向所有无辜被牵扯进来的人说了声抱歉 这些相关的人都已付出很多代价 希望网络上不要再有谩骂或霸凌事件发生了 此事就到此为止,愿所有人的生活都能回归平静 往后余生各自安好 希望李亮磊的愿望会实现 抚平内心的伤痛,岁月静好,一切都能变好